自从悟空一举破坏了不死天妖城的阴谋轨迹之后 花果山妖族天庭也算是在这场大战当中获得了短暂性的胜利 不过就在今天 一场浩浩荡荡的传送武士 也即将在整个元界当中震撼开启 这天雀镜也太厉害了吧 猴哥 咱们得到了这大宝贝 以后就真的能在元界当中立足了 不过 嘿嘿 那里面真的没有什么能够突破极限的功法或者秘诀吗 若是有的话 想想都感觉到兴奋啊 没有 真的没有 若是有的话 老大会不拿出来分享给大家吗 而且要知道能得到这天雀镜 已经是老大九死一生才得到的结果了 那好吧 既然小尸宝都这么说了 那我也就不再幻想了 不过猴哥啊 你说咱们接下来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当然是扩大咱们花果山妖族天庭的地盘 再将三界兄弟们给接上来了 此话一出 众人的脸上顿时就喜笑颜开 因为在之前的时候 牛魔王等人的实力不够 只将冷宣他们几个人给传送了上来 若是现在加上天雀镜以及斗战神渊族的帮助 相信他们肯定能够将元界与三界之间两界通道给彻底的建立起来 老大 我们等这一天不知道等了多久了 现在终于要实现了 哈哈 我的冷大总管 没想到你已经上来了 俺老孙我可真的想死你了 嘿嘿 想我 我看未必吧 你应该是想做你的甩手大掌柜吧 这个嘛 你知道就好了 而且俺老孙我确实不是管理花果山的那块料 交给你们 俺老孙我放心得很 另外我看大家在之前的战斗当中受了不轻的伤 要不还是先疗伤吧 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俺老孙我吧 哈哈 你这个臭小子 算你还有点良心 随着红军盗祖的话音落下 众人也不再迟疑 当即便盘膝而坐 全力开始恢复起了自己的伤势 而此时的悟空也没有闲着 只见他手持天缺镜传承法宝 一点一点开始扩大气版图 毕竟以后这里会成为花果山妖族天庭的第一根据地 时光匆匆 转眼之间便是五百年的时间过去了 在这段时间里面 悟空联合斗战神渊皇以及几位太上长老 将两界通道给彻底地建立了起来 而且三界的兄弟们也通过这条通道 基本上地飞升到了这元界当中 二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老大将咱们六人给留在了三界啊 不是老大将你们留在这里的 而是我将你们留下的 为什么 现在两界通道都已经建立了 咱们上去不是会有更好的发展吗 因为三界需要有人镇守 所以冷轩就搞了个抓究仪式 谁抓到了就回来镇守 所以你抓到了 没错 所以我就回来了 但是我一个人在三界的话 实在是太无聊了 就把你们都给留下来了 陪着我 卧槽 不愧是亲兄弟啊 时光荏苒 岁月如梭 转眼间又是五千多年的时间过去了 在这段时间里面 飞升到元界的花果山强者们 全部都发奋图强 最低的境界都来到了混沌中尉戒神的状态 而其中最为耀眼的便是 落白与六尔弥猴 特妙的 终于到达这混沌至尊戒地了 看来以后我也可以和豪哥一起闯荡江湖了 欣喜之余 元界当中也是发生了好几件大事 第一件便是悟空向整个元界强势 宣布了花果山妖族天庭的存在 若是以后想要对付他们 就得掂量掂量自身有没有那个实力了 第二就是斗战神渊族与花果山妖族完成兄弟联盟 从今往后生死与共 而第三件事则是发生在元凌联盟 从今天开始 元凌联盟改名为元凌宗 不再掌管元界平衡一事 生死自封 此话一出 元界各大势力的人无故为之震惊 因为元凌宗的这个决定 代表着元界即将掀起一场史无前例的权力之战 到时候必定会是腥风血雨 尸骸遍地 特妙的 元凌联盟难道是疯了不成 他们就不怕被反射吗 要知道这么多年以来 他们阻止的大战太多了 也树立了太多的敌人 另外 还有这个该死的妖猴也没有闲着 发展的可真是够快的 别担心 他们发展的虽然快 但还比不上我们不死天妖族的 说的也是 除去斗战神元祖以外 他们连一个圣地强者都没有 不过即便如此 本皇子我也得好好努力才行 父 父皇 您怎么样了 无疾 父皇我可能不行了 以后再也不能照顾你了 怎 怎 怎么会这个样子 中玉神皇 元界当中的最强者 其实力估计已经超越了元界的极限 可是现在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竟然要陨落了 快 快去找孙悟空来 本皇我有事 要向你们两个人交代 好 好的 我知道了 父皇 那个老家伙终于要死了 宗主大人 咱们是不是也可以启动那个计划了 可以 现在就去通知元界的各大势力吧 就说纪元破灭即将到来 让他们所有的人 前来五元灵宗共同商量对策 遵命 仿然之间 一场场巨大的阴谋 仿佛即将要悄然地浮出水面 而这一切 仿佛也跟悟空和花果山妖族 天庭脱开不了关系 来了来了 终于来了 五千多年的时间 老大他和自己的这一场大战 终于要结束了 谢谢大家